一名曾經參與過太陽花學運的賴姓女子 在臉書PO文指控 去年被時任波蘭駐臺辦事處的副處長 李波姓卿 但是李波在推特回應 檢察官認定相關的指控不償利 反控賴姓女子 是為了要索取金錢才提告 而對於近期姓平事件頻傳 臺師大等傳播學界的師生 也共同發起不要沉默臉書 呼籲姓平議事不應該淪為口號 曾任太陽花學運發言人的賴女 在臉書發文指控 去年九月遭時任波蘭駐臺辦事處副處長李波姓卿 外交官妻子還帶著小孩登門 要求不要投訴媒體會毀了孩子一生 不過賴女提高性侵 卻碰上再意被駁回 李波在推特發文聲稱 她沒有外交豁免權 按監禁北檢和抬高檢認定 指控不成立 反倒認為賴女不排除是為了250萬的和解金 才提高 那同時也是一個關注性別平權 還有公平爭議的青年政治工作者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一起出來 成為他的後盾 外交部尊重檢方調查後的相關結果 鑑於我國與該國定有刑事司法合作協定 如果日後司法機關需執行後續跨國司法作為 外交部將積極協助配合 至於前駐非大使徐沛永信騷案 四月底遭調部截職 接受調查 外交部表示 五月初要求住處回報 但當事人有顧慮 並無申訴意願 外交部強調會持續協助 並嚴正處理 主動行政調查 提交考機會益處 至於被行政院列為 下會期優先法案的信憑三法修法 國民黨團在十二號朝野協商 將提議在臨時會處理 我們立法院難道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嗎 面對民眾的回應 我們立法院本來 面對民眾的需求 我們立法院本來就應該優先處理 不用擔心什麼說 下個會期就會沒有公司 我覺得有公司的事情就會有公司 臺灣掀起密途浪潮 臺市大等傳播學界師生 共同發起不要沉默連署 已有近三百名傳播系所的師生 據名響應 聲明呼籲姓平不應淪為口號 應融入橫跨教育面 職場面與法規面的重要價值 記者黃子杰 莊志成台北報導